大家好,这次想跟各位分享如何在Steam Deck上建立共享游戏库 让档案可以在SteamOS或Windows系统之间直接读取或共用 省去使用额外软体传输档案的麻烦 在SteamOS跟Windows之间档案要共用 就得是双方都能辨识的档案格式 Linux系统格式为ext4,而Windows则是ntfs 好在Linux也能读取ntfs格式的档案 所以只要把硬碟或随身碟格式化成ntfs 就能在双系统之间无缝读取使用 所以,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要共享的空间都格式化成ntfs格式 像这个是我金士顿的随身碟 刚买来是fat32格式 有些还会是exfat格式 虽然fat32格式在双系统之间也都能辨识 但避免搞混也可以统一格式化成ntfs 前面有锁头的代表正在挂载中 先把它卸载,然后才能格式化 格式化时最好取个好记的名称 在steam加入游戏库时比较不会统混 这是我的etbsd卡 也已经格式化成ntfs 这是我改装2tb的ssd200g分配给steamOS 另外分割200g装windows 剩余的空间格式化成ntfs分区 专门用来放游戏 如果没使用双系统的朋友 想把steamOS部分空间也分割成ntfs 就必须用steamOS恢复印象档 在恢复模式下操作 或者使用gpartedleaf这类软体来调整 都格式化好了以后 还需要让它们能够自动挂载 平常使用windows 我们都是很自然地插上随身碟 插入sd卡读卡机就直接读取使用 那是因为windows都直接自动帮我们挂载到系统上了 不过Linux正常情况下 不会帮我们这样做 所以我们先来安装一个好用的 自动挂载外部次叠脚本 Github网页讯息会放在影片资讯栏 或者可以从网页搜寻 输入steam.mount.extimodrive 找到第一个Github网页 这里我使用的是 QuickAuto Mount Only 只有自动挂载功能的分支脚本 而主要脚本是额外有个挂载视窗功能 让你能在掌机模式下 选择要挂载的次叠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这个脚本的功能 是让你从Steam Deck上方 Type-C接口 或透过Hub插入的随身碟或硬碟 直接自动挂载使用 而不必额外操作 安装步骤非常简单 可以只透过一行指令列完成安装 复制一行安装的指令列 到终端机执行 选右上角贴上 直接选择确定 输入用户密码 完成安装后可以先试试脚本效果 我把随身碟拔出 接着再插入 可以看到插入的随身碟 立刻变成挂载状态 像上方SD卡 就是未挂载状态 游戏库是无法使用的 因为脚本只作用于上方Type-C连接的外部次叠 接下来我们要另外编辑Step档案 Step是File System Table的意思 即档案系统表 它在开机的时候 告诉系统挂在哪些分区 挂在到哪里 以什么格式挂在 挂在的设定等等 好让我们的内部 NTFS格式的SSD硬碟 以及SD卡 能于开机时 自动变成挂在可用状态 我会把编辑Step档案的指令 以及内部参数格式 贴到影片资讯栏 首先 打开终端机 输入编辑指令 Sudo Nano ETC Step 然后输入用户密码 把游标移到最下方 贴上参数格式 小心不要动到上方的系统参数 把Label后面的XX 换成自己替随深叠 或硬碟取的名称 假如忘记了 也可以打开分区管理器 确认一下 在我的例子里 我需要把Windows系统分区 SSD硬碟游戏分区 以及SD卡 做自动挂载 我把Windows系统分区 直接取名Windows11 只是要注意 取名式不要有空格 而且大小写要区分好 否则会挂载失败 XX部分改好后 接着编辑挂载点Y的部分 如果怕搞混 也可以直接取一样的名称 挂载点后方的NTFS 就是指所挂载的词叠格式 假如你要挂载的是 EXT4 那这里也要改成EXT4 否则同样会挂载失败 Defaults是代表使用默认挂载参数 NoFail选项是指在启动时 若装置不存在 直接忽略它而不报错 最后的数字00 则是跟备份 以及检查顺序有关的参数 接着是SSD硬碟游戏分区 我取做SSD底线Game 我直接把插根外的部分 都改成SSD底线Game 然后是SD卡 我这张是ETB的 就取做SD Card ETB 但这里示范另一种方式 是取UUID 也就是装置的代号 让系统便是装置代号 而非装置名称 这样的好处是 即使装置改变名称 系统依旧能正确判断 先把UUID复制起来 然后前面的Label改成UUID 插的部分就改成 刚刚复制的编号 挂载点我改成SD Card ETB 都输入好后确认一下 比如大小写的区分 名称不能有空格 以及档案格式正不正确 假如错误也没关系 顶多挂载失败 再回来编辑Step档案即可 确认好后 按Ctrl加X就是退出 Ctrl加O就是储存 假如没有储存 而直接退出 系统也会再次询问 你是否要储存 这里我是按Ctrl加O储存 系统询问要写入的档案名称 直接按Enter确定 接着按Ctrl加X退出 编辑好以后 先重新启动 看Step自动挂载是否成功 重新启动后 可以先到分区管理器看一下 首先是SD Card的部分 已经有了锁头符号 代表已成功挂载 随身叠的部分 是靠外部次叠字动挂载脚本 也已成功挂载 内部SSD硬叠的部分 Windows系统分区 以及游戏分区前面有锁头 也都挂载成功了 接着要来说明一下 编辑Step档案 通常只是用开机时的挂载 假如开机后 卸除挂载再连接 系统是不会挂载的 就比如SD Card 当我现在把它拔出在插入 它还是保持未挂载状态 仍然必须手动挂载 这里可以用SteamOS的一项 自动挂载功能 对着随身叠图示按右键 选择配置可移动设备 上半部是目前已连接的设备 在右边的登录时 或连上时打勾 就能让设备连接时自动挂载 若是对所有装置打勾 还能开启底下的功能 能针对新装置的插入 也能立即自动挂载 但这项好用的内建功能 只有在进入桌面模式后 才开始作用 意味着开机进入掌机模式 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仍旧必须依赖 自动挂载脚本 以及编辑STEP档案 让SteamDeck开机后立即挂载 掌机界面下 就能直接使用各次叠的游戏空 不过至少可以针对SD卡 在桌面模式下 也能有自动挂载功能 所以这里可以只选择SD卡打勾 而下半部的中段装置 代表之前有连接过 但已经拔出的装置 假如觉得很乱想清除资料 可以选择后 点选下面的清除装置 选择右下角套用后 我们先来试试 SD卡是否可以自动挂载 将SD卡拔出 然后再插入 可以看到 SD卡在桌面模式下 也能开机状态中 自动挂载了 但要磁叠自动挂载后 即出现在游戏库 还必须先手动 从Steam中加入 打开Steam设定 然后选择下载 点选收藏资料库 一些我先前已经加入过了 接着加入 金士顿随身碟 以及ETBSD卡 但要之后开机状态中 自动挂载到游戏库 还必须每个磁叠 都至少有放一个游戏 否则 Steam不会记忆 又得手动再加入一次 都加入好后 我们先都放一个 小容量的游戏 到各个磁叠 再次看看 是否能自动挂载 自动显示在游戏库里 我把速速上菜 从SSD移到金士顿随身碟 然后细写轨幸存者 移到SD卡上 先重新启动 让Steam记录一下磁叠资料 在掌机模式 看一下游戏库 是否有出现个磁叠 SteamOS Windows SSD游戏分区 随身碟 以及SD卡 都出现了 然后 先测试随身碟 拔出再插入 是否能自动挂载到游戏库里 我们成功了 这里要注意 掌机模式中的SD卡 自动挂载 官方只支援 EXT4格式的SD卡 而自动挂载脚本 只支援外部次叠 所以NTFS格式的SD卡 虽然在桌面模式里 可以靠内建 自动挂载功能 但在掌机模式中 就不支援了 假如这时候 拔出再插入 就只能回到桌面模式挂载 或者重新启动 靠Step档案挂载 在桌面模式中 也可以测试一下 是否能自动挂载到游戏库里 首先测试 金士顿随身叠 将随身叠拔出 再插入 接着测试SD卡 自动挂载游戏库 因为之前建立的是 NTFS格式的分区 随身叠与SD卡 而非SteamOS的ext4格式 所以在Windows里 也能正常使用 可以看到 地槽游戏分区 随身叠与SD卡 都有出现 接下来只需要 把它们加入到游戏库 即可共用 至于非Steam的游戏 大部分的游戏启动器 都有汇入的功能 只要找到 存放游戏的位置 即可直接汇入 达到双系统 共享使用 不必重新下载 不过 Epic的启动器 目前没有汇入功能 要把已存在的游戏 装到启动器里 非常麻烦 要多好几个 非正规的步骤 所以这里示范 如何以比较简单的方式 汇入Epic的游戏 可以去下载一款 统合Epic 和GOG的 开源启动器 Heroic Games Launcher 我会把网址 放在影片资讯栏 只要登入Epic 或GOG账号后 即会显示 目前所拥有的游戏 可以直接利用 里面的汇入功能 达到双系统间 共享游戏 这款开源启动器 也有原生 Linux版本 可以从SteamOS 桌面的应用商店 搜寻Heroic 就能找到 非常推荐大家使用 登入账号后 找到已存在 磁碟里的游戏 点选安装 就能看到汇入功能 选择存放游戏的位置即可 甚至还能直接 加入到Steam游戏库 功能非常强大 而且 从SteamOS上安装的 Linux原生版 Heroic启动器 里面还有内建的 Proton相容层 可以选择使用 可以很好的 在Steam Deck搭配游玩 重新启动Steam 看非Steam游戏 是否有加入进去 之前 在SteamOS上安装的游戏 也都在Windows系统上出现了 假如 是在Windows下载安装 那步骤反过来 从SteamOS上的游戏启动器 去找到汇入功能即可 假如你要共用的是 Windows分区 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无法加入 Steam游戏库 也无法放档案 这是因为 Windows系统分区 被SteamOS认为 是一个作用中的磁区 强制以维独模式使用 即便加入游戏库时 找到Windows的分区位置 要加入时 也只会显示 新的Steam收藏库资料夹 必须是空的 这都是因为 唯独模式 无法写入的关系 我们要做的 就是到Windows系统 搜寻电源 这里我先以Windows 11示范 找到选择电源计划 点选按下电源按钮时的行为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是把快速启动功能关闭 这样在SteamOS下 就不会以为Windows分区还在作用状态下 先点变更目前无法使用的设定 然后下面才能编辑改动 取消公选快速启动功能 这样回到SteamOS后 Windows分区就会解除维独模式 可以正常使用 假如是用Windows 10的朋友 则一样搜寻电源 选择电源与睡眠设定 打开右边的其他电源设定 后面的步骤 就跟Windows 11一样了 假如随身叠或是其他磁区 也是跟Windows分区一样 无法写入的状况 都是因为权限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在Steam恢复模式里 做的磁叠分割就很可能发生 要解决权限问题 最快的方式就是 再重新格式化 不过要注意 在安装了自动挂载脚本后 SteamOS系统下格式化 有可能会失败 建议先解除自动化脚本 或者直接到Windows 或其他分区管理软体 做格式化 就像这样 显示套用发生错误 以终止 虽然这次格式化 依然可以正常使用 但也并非每次都能成功 失败的时候 会显示成未知档案格式 两边共用游戏库好处是 SteamOS觉得游戏玩不顺 或有的游戏 弄到可以玩太麻烦 则可以直接转到Windows 而不必再下载 或是传输复制 行动硬碟 插在SteamDev玩一玩 可以直接再插到桌机上玩 两系统兼档分享 比较不会麻烦 而且不必烦恼 该给哪个系统 多分一点空间 或哪张SD卡 是给哪个系统用的 不过游戏库共用下 要注意游戏 是否有Linux原生版本 假如具有原生版的游戏 在SteamOS下载 则会变成Linux版 在Windows 可能会无法读取 存档也可能会无法共用 若时常用行动硬碟 在桌机跟Steam Deck之间 共用游戏库 游戏就最好是从Windows下载 虽然之前介绍了双系统安装 以及这次介绍的游戏库共用 但并非推荐大家都直接使用Windows玩游戏 建议能在SteamOS场景模式游玩的话是最好 毕竟Steam Deck的本质 就是希望借由轻量化系统 在移动装置上单纯使用手把操作玩游戏 只是借由一台X86架架的机器 能让你有更多附加价值的玩法 亦或者在家中有附电脑使用需求 外出也有笔电的需求 那Steam Deck基本也都能满足你 Steam Deck可能并非适用每个玩家 对于喜欢瞎折腾的人是有无限的可能 但对于单纯只想有个掌机 简单下载Steam游戏之间玩的人 可能现阶段会跟想法有点落差 系统尚未完善 只能期许借由Steam Deck的出现 让Linux对于Windows游戏的相容性能 发展得更快 各个游戏开发商也更愿意 针对Linux做优化 以上感谢你的收看